大家都知道 我們防疫工作被全世界肯定 五一勞動節就要到了 我們很感謝勞工朋友 而勞動節 也是早有規定的節日 那只要大家都照 我們指揮中心所訂的 應該有的作為 包括應該有的社交距離 應該有的 這個自我 防衛的體系 以及應該有的勤習所等等 我相信 台灣 當全世界 都在 鎖國 封城 甚至於 禁止民眾 出自己家門的時候 台灣 是非常少數 可以正常生活 自由出入 孩子還可以上學的國家 所以 五一勞動節廉價 我們也是 鼓勵民眾 正常生活 我昨天在立法院打詢 是說 休假跟出遊 並不 完全 一樣 但你出遊 只要依照 我們 陳時中部長 所 給大家報告的 做好 自我健康管理 自我健康管理 所以 所以 確實 還沒有 要封城 也離封城 還很遠 不過 地方政府有建議 各地 不同的情形 要先做 各方面的準備 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 我是 請 國人同胞 注意 我們 這一次的防疫 都是因為 整個國人同胞 大家一起努力 包括民間 跟政府 一起合作 包括 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 一起合作 所以 地方的首長 很積極的 想 方設法要從各方面 做好防疫 這其實 不是一件壞事 也許 在表達上 或者在作為上 不一定大家意見一樣 但是真的不要 罵 不要 來 對 這些 在努力做 的市長 或者 所長給他們 這個 攻擊等等 我想不必 有意見可以提出來 可以來討論 可以來參考 但是我想 台灣之所以讓世界肯定 就是真的我們同舟一命 大家都 互相 體諒跟合作 今天才能做好 希望多加油 少 來有情緒性的罵 比較好 今天我們 副市長 副市長也在這裡 他比柯文哲漂亮 好棒啊 好棒喔 是 所以 看到 這個 很棒啊 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